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顾客一个幸福的感觉 全家在一起幸福的感觉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一系列就延续了一系列的幸福的广告 从这个幸福标准配备的房车 这个爸爸的肩膀 还有最长的一条路 所以这样子经营起来 其实幸福已经成为中华汽车的一个品牌的资产 那其实幸福之外 我们觉得说 幸福不光只是提供给顾客 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是能够创造幸福的一个企业 的确不只提供给顾客 员工也要幸福 所以听说贵公司是在吃的安心这部分 也要让员工觉得幸福 那么推动的是所谓的支持原民产销计划 可不可以请陈总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 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想要说 帮员工也能够创造一个幸福的感觉 其实最基础的幸福就是希望他能够吃得好 然后工作能够供得顺利 那个时候刚好大家也在看 我们中华其实有中央餐厅在供应 供应员工的伙食 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员工 吃得更安心 更放心一些 刚好中华汽车其实在很早就已经成立了 原住民基金会 我们想要去提供一个更安全的饮食的时候 就去寻找有没有一些有机的蔬菜 就发现说我们的原住民其实有很多 他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耕种 但是因为他们比较缺乏这样推广的技术 所以相对来讲 他们的产品就不是那么的有知名度 所以我们就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也是我们员工主动自动自发去提出来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就借由这样的契机 我们就开始协助原住民 然后采购他们有机蔬菜 一方面协助他们 一方面也让我们员工能够吃得更安心 也就是现在台湾其实非常流行的小农 小农直送 真的是最近非常流行 那么刚刚讲到的原住民的基金会 其实你们做的当然是照顾产销的部分之外 还有就是对于原住民小朋友也非常关注 可是现在其实一般说起来 衣食你说不会缺到哪里去 但很重要的是教育资源 我们知道偏乡跟都市 其实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资讯落差 所以针对这一点 你们公司也做了蛮多的着力 在关注偏乡 尤其是原住民的小朋友的部分 听说还打造了行动彩绘书车 总共有五台 并且还认养了偏乡小学 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因缘机会 其实对中华汽车来讲 我们一直认为 一个国家的国力的建筑 其实都是在教育上面 我们其实也有 平常就有邀请我们在地周围的学校 到我们公司来参观 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学校 去做一些教育的推广 一方面当然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多了解 汽车是怎么来的 但是我们就发现说 有一些偏乡的学校 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的资源 相对来讲是比较缺乏的 不光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甚至于对一些阅读的机会都很少 刚好我们又是一个车辆的制造者 我们又是国内商用车的领头羊 所以在这样的契机下 为了让偏乡的小朋友 也能够多一点阅读的机会 所以我们才去打造了这些叫做阅读专车 然后也发动场内的同仁 把他们家里的图书能够乐捐出来 然后搭配这些专车 然后在全省这样子的巡回 这几年下来我们那五台阅读专车 也巡访了19个县市 100多个乡镇 然后已经也跑了13万多公里了 原住民小朋友应该很喜欢吧 对 而且我们就有在车上也做一些彩绘 所以每一次一到他们都非常的欢迎 不过我们知道 你们也不是只做车的部分 当然车子是你们的专长 这彩绘车当然对我们来讲不成问题 我听说还在偏乡办运动会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说明一下 那个缘起是因为去年我们 结合我们的商用车的一个巡回服务 我们就发展了一个叫做爱德罗斯丁的一个服务 然后就是结合我们的经销商到偏乡去 做一些巡回的服务检修 通常这些场地我们就会去借用到 有些时候是学校 有些时候是一些公开的活动的场所 当然这个获得了我们的车主很大的一个回响 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现在偏乡的一个人口外移比较严重 所以说留在这些偏乡的一个小朋友 相对来讲也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很多小学他们的学生都越来越少 少到甚至于说一个小学 他要单独举办这个运动会都没办法 其实我们都是家长 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学生 他们都很期待这种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我们才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的公司的资源 我们的车主 能够来帮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有一个圆梦的一个机会 才去推动这样子一个 就是帮平洋小学办运动会的一个契机 而且原住民小朋友很多 都有运动天分对不对 说明从中间可以帮国家取材 也不一定 当然接下来下一段的节目 我们要继续来谈谈到青年人才的部分 其实你们也在推动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利清返乡 不是那个博又路的利清 是励志青年 要返乡 这又是怎么回事 推动的成效又是如何 马上回来